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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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啊 起床吃饭了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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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怎么睡早了 辛苦你了 你是不是知道我最喜欢吃的凉拌海拌啊 对啊 你快点起来吧 不然一会就不好吃了 吃完了你还要赶紧去工地呢 可别迟到了 老婆 你真好 赶紧起来吧 起床了 起床了 快起床吃饭了 快点 你每天这样叫我起床 还给我做饭吃 做我最喜欢吃的菜 我感觉我好幸福啊 傻瓜 这是我应该做的呀 快起来吧 快起来吧 赶紧起来 赶紧起来 我是不能吃的 それで Studio 不准吃得去 一定会 sour 台湾 小剑 起床了 老婆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 能娶到你真好 这辈子真的值了 小剑 我想跟你说件事 什么事 你说 我都答应 老婆 你怎么看起来不高兴啊 你在手里找了什么 老婆 这就是你说的事吗 为什么 我们不是一直都好好的吗 小剑 你也知道 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 结婚之前 我们的父母就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你看现在我们家 跟两年前比起来 什么都没变 还是破房子 破家具 每天还是我叫你起床 给你做凉拌海带 你不觉得腻吗 这样的日子 我真的过够了 老婆 我知道这些年来你很辛苦 每天都要做家务 照顾我 虽然很多次做的菜都是凉拌海带 但是我吃的特别香 因为我知道 这是我老婆做的菜 想想你为我做了这么多年都不容易 我一直觉得很幸福 可是你现在已经想好了 这个字 我签 小剑 小剑啊 老婆 你还能在最后给我做一次菜吗 我还想再吃一次 等我离开以后 你一定要找一个对你更好的 更有钱的 有我喜欢吃你做的饭吗 好 我一定会的 那 这个给你 喂 谁啊 喂 小剑啊 村长 你找回什么事啊 我跟你说件事啊 我们村要拆迁了 你有时间就来村委会处理一下 把那个拆迁合同签一下 你们家的地那么大面积 拆迁估计有一百多万的赔偿款吧 什么 一百多万 对 你有时间赶紧回来吧 我先不跟你说了 我还要通知其他人 好好 我下午就过去 等这事情办好了 我一定请你吃饭 想吃什么吃什么 别跟我客气 行行行 客气了 好 老婆 你听见了吗 我 听到了 我们有钱了 可是 我们已经离婚了 老婆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听你的话 这一次就让我做主吧 就这一次 这个协议 现在还没成效 不算数的 可是 我刚刚那样对你 你还这个样子 傻瓜 啊 刚刚你对我只是一次 这几年来 你对我那么好 无数次 我怎么会因为这一次 就忘了以前你那么多次对我的好 以后啊 我们轮过苦儿子了 我把这个船啊 这个柜子 全给它换掉 那是 小毅啊 你什么时候有空回来啊 妈 我现在公司挺忙的 没有时间回去 你说什么 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我很忙 没空回去 哦 那你有空记得回来哦 好 行 哎 又不回来了 小莉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妈 我真的很忙 没有时间回去 哦 那你有空了就回来哦 嗯 好 小莉 你什么时候回来 妈 我真的没空 那 你什么时候有空 哎呀 都说了没空了 我有空我就回去了 那 那你有空了就回来哦 妈 你就放心吧 那我一忙了 我就去看你啊 真的 小莉啊 我们家后运 那石油树都开发了 还有 我们家地里的西瓜 都快熟了 可是 我那么忙 怎么能请得到家啊 那 那你跟你老板说 说妈得癌症了 只能活半年了 哎呀 妈 你也真是的 小时候你一直教我不要撒谎 现在我怎么能这么乱说呢 我说这话怎么能交换 哦 好吧 小莉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小莉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妈 不回来打算今天回去的 可是后面又要加班实在是没有办法 那 那你又不回来了妈 那 那你又不回来了妈 是啊 哎 妈 妈 妈 你生气了 妈没生理气 妈知道你妈了 喂 喂 金哥 喂 金哥 小莉 你妈生病了 快回来 什么 病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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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呀 这外面这么热 你不是生病了吗 你不是生病了吗 小莉 你终于回来了 妈没事 妈没事 你看妈好好的呢 妈 赶紧进去吧 这外面多热啊 走走走 妈 赶紧做好吃的去 妈 赶紧做好吃的去 妈 赶紧做好吃的去 嗯 走 妈 你说你也真是的 妈 你说你也真是的 说什么不好 为了说自己生病了 妈 你这不是回来了吗 回来了就好 回来了就好 妈 那我就去上班了 你这才回来住一天 再住一天吧 妈 我要再不回去的话 我的工作就该没了 我得回去了 哦 那你有空记得回来啊 妈 只要我有空 我就会回来看你的 你自己都注意身体啊 妈 那妈送送你 好吧 走吧 妈 你就别送了 赶紧回去吧 那你在外面多注意身体 别走家吧 我知道了 妈 那你自己在家 也要多注意身体 知道吗 我有空的话 我就会多回来几天陪陪你的 所以啊 你也别生气 那我就先走了 妈不生气 妈 知道你忙 你记得多回来就是啊 嗯 妈 那我就先走了啊 妈 你快先回去吧 嗯 那你路上小心点啊 喂 金哥 小丽 你妈去世了 快回来吧 怎么可能啊 我前几天还跟我妈通电话 我妈说她身体好着呢 叫我不要挂念呢 你快回来 真的出事了 真的出事了 好 那我马上就回来 我给你打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你妈她就已经不在了 半年前就检查出了癌症晚期 眼睛也看不清楚 上次送你出去的时候 你妈一个人回来摔了好几跤 她走之前把所有的后事都安排好了 就是不想告诉你 就是为了判灭你的工作 你放心 你妈她走得很安详 妈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那 那你跟你老板说 说妈得癌症了 只能活半年了 哎呀 妈 你也真是的 小时候你一直教我不要撒谎 现在我怎么能这么乱说呢 我说这话怎么能加话呢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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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